那个是开花的 不是 这里不是还有果汁吗 是 大家好 我是老田 之前怎么说呢 我跟你说 当着你面说好不好 嗯 之前 我家那个橘子不是烤了第二名吗 我给他讲了一百块钱 田二辉是烤了多少名 第一次烤了第二名对吧 嗯 讲了他一碗面 第二次烤了第一名 第一名我讲了你什么 你自己说 面具 讲了一个面具 二十一块钱 现在还没到 嗯 那我现在有网友就说 我说橘子是我亲生的嘛 就给他讲的多一点 说橘子不是我亲生的 还是有区别的 就讲这么一点点 今天我采访一下 田一辉看我对他怎么样 田一辉啊 我问一下你啊 嗯 我之前在广州打工的时候 你在家里 我对你好不好 好呀 举个例子呢 比如我在街上那里 买东西的时候 我拍个二维码给你 你就给我付钱了 是吧 嗯 嗯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有一次我买风筝啊 嗯 我 但是我没钱嘛 嗯 给你拍个二维码 你给我发了钱 是吧 嗯 嗯 其实我们村里这本人啊 附近的人都知道 我对他们两个怎么样 你说呢 人家怎么说的 人家怎么说的 都说好呀 嗯 可能有些网友就觉得我对他们有什么区别对待啊 其实没有的 因为田儿辉 嗯 考那个硕实话 他比较简单的 他那个是第一次考的是什么 是 是语文 语文 第二次是阅读 嗯 他那个比较简单一点 你像之前一一 嗯 中考的时候考了第二名 我也只给了五十块钱 对吧 他居住那个确实是 比较难一点 你说如果这次 期末考试啊 你如果能考到前四名啊 语文加授学 不要说单一课 语文加授学 你如果能考到 还加英语 你们还有英语 英语不考吧 要考 要考啊 有时要考 有科学 我说主科 你现在只有语文跟授学 还科学 英语 科学不算我就算语文授学嘛 嗯 你如果能考进前四的话 我就给他讲两个 前五 前四 好吧 你前五你有把握吗 有有把握是吧 嗯 那就给你 那个 留一点余地 就签五好不好 嗯 你如果能考到前五名的话 我就给你 奖两百块钱 过年买那个鞭炮 好不好 好 如果考不到呢 可是我考到前五 可是没奖壮 没奖壮 那你要努力一点 考到前三啊 嗯 好不好 你考到前三的话 有奖壮 拜拜 还能奖钱给你 伯伯说我以前我一年在学的时候 拉了个掌子 那怎么奖壮 第二名 第二名啊 嗯 奖壮呢 奖壮现在不见了 那时候你和奶奶都不在都不在家 奶奶那时候在我那边打工是吧 嗯 那时候我妈在家 她没给你讲东西吗 她 嗯 没有 没讲 嗯 那你这次努力考是伯伯给你讲 好不好 好 奖200块钱 嗯 如果你考不到的话 那你要给我100哦 有没信心 那给你抢钱呢 我就没信心 啊 有有的 有信心 有信心就好啊 嗯 说实话真的我对他们是没有区别对待的 你像我子女之前也是 到镇上就是买个什么烧烤啊 直接发给奥马给我 我就直接给她复合 我没有 有些网友想的那么复杂的啊 说 我子子子女 和我自己的两个女儿就区别对待了 真的是没有的 哎 反正 怎么说呢 只要他们知道 我对他们好就知道了 其他人说什么我真的是无所谓的 我对你好不好吗 好呀 对吧 他认为我对他好就可以了 其他人说什么我就 也不在乎 对吧 这是拍这个视频跟大家说一下 我对我自己的女儿和田儿徽 还有我子女是没有区别对待的 就是有的时候我一一还生气了 一一还吃臭 所以我对田儿徽好 对他们不好 是不是啊 嗯 他就是是不是这么说的 嗯 嗯 那你也努力好好读书啊 好好考试啊 嗯 想着200块钱 努力一下 还有一个星期就考试了啊 好不好 好 有没有信心跟我表个态 有 当做大家说一下 有 怎么没有 有是吧 嗯 那就好 那就好 好